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兜肉 在这段时间,养护兜肉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就是兜肉化水 这个兜肉化水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今天主要跟大家介绍三个原因 在三种情况下最容易引起兜肉化水 第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新手花有经验不足 看到土壤表面干了,怕兜肉切水 忍不住就给它浇一点水 过两天看到土表面干了又给它浇水 其实这样就导致内部已经积水了 豆腐就被迫喝多了水 之后它的根续无法污湿的氧气 第二种情况,高温天气 因为豆腐在高温的天气上热胀冷缩 细胞壁被胀破出水 叶片就显得透明,也就是化水 第三个情况就是由于天气变化也容易造成化水 比如豆腐长得好好的突然间来了一场仪 或者是突然间这个天气比较闷热 又突然间阳光比较强烈 刚好浇完水 豆腐就被放在略预下暴晒等之后 就会造成了化水 那么在这个煞聚呢,我们养护豆腐 如果没有注意好以上三点的话 就很容易造成像我这一盆豆腐一样 看下这些全部化水了 这个化水情况非常严重的看下 在这个煞聚,养护豆腐,我们不要动不动就要给它浇水 一定要给它通风良好的环境让它生长 这样就会避免化水的现象了 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